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芝芯姐姐 你有没有曾经跟爸爸妈妈一见相左过 你很想做某一件事,但是爸爸妈妈非常反对你 这种时候你会不会瞒着爸妈偷偷摸摸地做呢? 怕他们阻止你,只好先斩后奏 这种做法有可能真的会让你成功做到了 你心目中很想做的那件事 但是几乎是烈克就会毁坏家人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是不是呢? 芝芝姐姐想和你分享中国古代一个大文学夸 司马相如他的经历 或许将来你会有比他更聪明的办法哟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哦 请听 巨人的秘密 司马相如 四川成都人 为了投靠他的好朋友县长王吉 他来到了四川临穹县 临穹县这里住了好多好多富豪 其中全国首富 卓王孙也住在临穹县 大家都知道卓王孙有一个宝贝女儿 长得好漂亮 而且多才多艺 精通音乐 他的名字叫做卓王孙 卓王孙十六岁时就结婚了 没想到才结婚不久 丈夫意外生病过世了 卓王孙回到爸爸家住 又成了一个单身大美女 又成了一个单身大美女 好多贵族名门 富商名流都来追求卓文君 不过卓文君可是谁也看不上 当司马相濡来到临穹县 在县长王吉的推荐广告之下 地方上的人都传说 听说那位司马先生财学很高啊 是啊 他是在皇宫里工作过的 还曾经为王爷工作 哎呀 我听说他长得风度翩翩 一表人才呢 这些传说当然也传到了 卓文君的耳中 直到司马相濡 终于来到了卓王孙家的宴会 顿时间呢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 想要一睹司马相濡的模样 连卓王孙家 上上下下八百多个仆人 都争先恐后的挤到大厅里 想瞧瞧司马相濡究竟是什么人 由于司马相濡最后才到 当他走进宴会时 俨然就成了最后压轴的明星 在所有人的目光当中 从容优雅 风度翩翩的 漫步走进来 满座宾客都发出了 暗暗的赞叹声 原本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卓文君 也被外面的骚动声吸引了 他偷偷跑进爸爸的宴会大厅 躲在屏风后面 阴暗的地方 想要一窥司马相濡的风采 这时穿越重重宾客的身影 卓文君看见了司马相濡 司马相濡远远的也看见了卓文君 演习正式开始 大家吃吃喝喝 有说有笑 县长王吉 神之 这场宴会 是让大家认识 司马相濡的好机会 可是 司马相濡 有一个弱点 你还记得吗 他很不擅长 说话 所以 当宾客们吃得差不多时 聪明的县长王吉 站起来 高声说 听说司马先生擅长弹琴 不知道是否愿意 为大家弹一曲 为今天的宴会祝幸呢 作为宴会主人的富豪 卓王酸 一听见这句话 立刻叫仆人去房间里 抱一把琴出来 恭恭敬敬地摆在司马相濡的面前 司马相濡可是从小弹琴呢 弹琴这件事一点都难不抖它 他没有多说什么话 小咪咪的立刻弹奏起来 他的乐声时而悠扬 时而婉转 满堂宾客都摒弃宁神 听得好专注 听得好陶醉 司马相濡深知 这个时刻 卓文君就躲在屏风后面 仔细聆听 因此 司马相濡大胆地弹了一首 凤求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凤求皇 凤指的是公鸟 黄指的是魔鸟 凤求皇的意思就是男生追女生 当时宾客都知道这首歌叫做凤求皇 但是没人知道司马相濡 为什么要演奏这一首曲子 可是躲在屏风后面 偷听的卓文君听懂了 卓文君很懂音乐 就像司马相濡一样 他一听就知道 司马相濡正在借由他的音乐表白 身在富豪人家的卓文君 身边总是不乏有钱人追求 但是卓文君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英俊潇洒 才华洋溢的男生 他越听司马相濡弹琴 心里就越觉得感动 那一天宴会结束 宾客陆陆陆续续散去的时候 司马相濡 借故找到一个小丫环 丫环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女仆 丫环通常都是跟在小姐身边 贴身服侍照顾小姐的人 司马相濡找到了 卓王孙家里的一名丫鬟 偷偷塞钱给他 请他带消息给卓文君 说 司马相濡先生很喜欢你 司马相濡先生想要追求你 那天晚上 司马相濡离开卓王孙家 回到县长王吉 帮他安排的住处之后 哭哭哭 有人来敲门了 竟然是卓文君自己一个人 偷偷地跑来了 他们两个兴趣相投 才学相当 因此一见如故 话匣子一打开 就像老朋友般 讲个不停 聊个没完 越聊就越欣赏对方 越聊就越想和对方结婚 可是问题来了 卓文君这个千金大小姐 知道了司马相濡的实情 那就是 司马相濡的确很有才艺学问 但是他家很穷 而且他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 卓文君知道 这种家庭背景 爸爸绝对不会让他嫁过去的 甚至根本不会让他们来往 司马相濡左思右想 他来到临重县之后 打了这么多广告 如果人们发现 他只是一个很穷苦的文艺青年 这些广告不就白费了吗 很有可能还会失去 他现在好喜欢的这个女生 他们两个一路谈到深夜 决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 私奔 自私的私 奔跑的奔 趁着月黑风高 没有人发现 他们完全不告诉 卓王孙家里的任何人 就这么偷偷跑回 司马相濡的故乡 四川成都 两个人自己偷偷地结婚了 你想 隔天 卓王孙发现宝贝女儿不见了 而且 宝贝女儿竟然偷跑去 四川成都 嫁给司马相濡 你觉得 他做何感想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现在很多人一听到私奔 就觉得 哇 好像很浪漫 但是 浪漫不是爱耶 什么是爱呢 你会不会背 圣经上的爱的真谛 其中有一句话说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害羞的事 指的就是那些 你不能光明正大 告诉别人的事 害羞的事 指的是那些 愚蠢 鲁莽的决定 上帝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 是不求自己的好处 单单愿意成就 对方的好处 司马相濡 当然可以爱上 卓文君 但是 他应该要怎么样 来成就 卓文君的好处呢 帮助卓文君 不要跟爸爸 撕裂关系 卓文君 当然可以爱上 司马相濡 但是 卓文君应该要怎么样 来成就 司马相濡的好处呢 帮助他 真诚地 面对社会大众 勇敢地展现 他的才华 赢得大家 对他的尊敬 这才叫做 真正的爱 浪漫这件事 本身不一定 等于爱哦 知心姐姐 下一回要告诉你 司马相濡 跟卓文君 私奔的代价 别错过了 我们下一回 爆米花 空中再见 拜拜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天使向他回向 天地都乱进怀他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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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